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府消保官会同相关单位到八斗子鱼港渔获直销中心进行联合查核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参与并借此机会向胎商进行宣导标价透明化 让消费者安心消费 市長好 大家你好 你好 謝謝 過年之後我希望這裡 過年的時間希望這裡生意很好 好啊 什麼時間呢 這裡一部分是宣導 讓大家聽說 現在這裡的海鮮很好的 天氣很好的 對象很合理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這裡的所在 要做訊息 要給外界做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這裡 謝謝 畫面現場是八斗子漁港漁獲直銷中心 市長謝國良特別跟蕭保官及市府產發處 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 來進行聯合查核與宣導 確保磅秤的準確與標價透明 目的是希望與攤商一起合作 破除消費者過去對於漁市的既定印象 喚醒消費者的信心 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市府今年會協助漁會 宣導八斗子觀光漁港 也歡迎消費者過年期間來買漁貨吃海鮮 我們現在這邊有人潮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把人潮要換回來 是 這個就是重點 因為大家以前都覺得 顧客來這邊會被避傻 所以我們現在改名了 對 所以我們要 可是大家的印象還存在 所以我今天回來就是要 跟外面的很多朋友講 這邊基隆海鮮誰不喜歡吃 大家都喜歡吃 對嘛 又便宜又新鮮 對 CP值又高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宣導這個事情 好不好 我們一起努力 我覺得完以後 我會跟漁會我們一起來 拍個座談會 我編一點預算 我們來一起跟大家宣傳 讓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嶄新的面貌 跟這個嶄新的環境 因為那個過去那個 我不瞞你說 是有深入人心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調整 謝謝 市長有注意到 真的 你跟他講的是重點 對 因為幾乎我跟人家聊天 他們都說 他們對這邊印象都不會 不是很好 那我們其實什麼事情 都是可以改變印象的 沒錯 只要我們有實質的作為 再加上一定的宣導 所以我答應你 我們在2023年 我們就來做一波宣導 好不好 但是我把商家 我們先找起來 大家先再坐談一下 好不好 我答應你 這個我一定做到 謝謝市長 不會不會 可是我們現在改革了啦 對 現在市長過來了 沒有沒有 市長沒來之前 我們就改革了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這邊其實都已經算是 已經都有公平工作 對對對 都已經蠻好的 都已經沒有什麼 負面消息的人 對 對 因為我覺得 消費者的權益保護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對店家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都瞭解到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有好一陣子 包括必殺魚港在內 因為有一些商家 過去曾經有不當的收取 過高的餐飲費用 導致他的名譽 有一些受損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所以要如何維持住 消費者保護的權益 我覺得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今天跟消保官一起過來 就是要讓我們所有在過年期間 來基隆觀光消費的外地的朋友們 還有基隆的市民朋友們 瞭解到 未來 包括政府會持續關心 那我們的海鮮 不但又好吃 而且價格又合理 當你在購買水產品的時候 然後有四要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要看有沒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合格的這個同志的標章 就是這樣子的樣張 如果是有的話 那表示這個秤是合格的秤 那第二個呢 就是要看有沒有水平的 去秤你的商品的重量 那第三個呢 三要就是要把這個水都倒掉之後 再去過磅 那第四要呢 就是如果發現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馬上到工秤去秤重量 然後並拍照城鎮 去跟業者去做一個就是查明 到底這個有沒有偷金減兩 或其他詐欺的情勢 這是我們消保官跟市長 對於這個不肖店家要打擊 要維護消費者權益的決心 這次查核小組來到於市實地查核 維護消費者權益 消保官也向攤商再次宣導與呼籲 要注意磅秤劑量準確 與標價透明 避免觸法 那如果在精良部組的這個部分 業者如果在這個渡量橫器上動手腳的話 這恐怕會涉及刑法 刑法的違反訂程罪 還有詐欺取材罪這個部分 最重會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依據這個余會的管理要點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就是終止這個租約 然後呢 沒受他的保證金 甚至處罰他最高五萬元以下的罰金 這個部分從此刻開始 我們不再寬戴這一些業者 所以我們展現保護消費者的決心 那如果你那個使用不合格的磅秤的話 依照我們渡量橫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 是要處一萬五千元以上 七萬五千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市政府希望與攤商一起合作努力 挽回消費者的信心 吸引更多外地遊客來走春消費 活絡在地經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市政府照顧獨居長者不遺餘力 在風雨低溫當中 以實際行動來慰問退休 獨居在外木山的長者劉富宏 副市長邱佩玲由社會處長裴同 代表市長謝國良 致贈春節禮和 而長者也介紹自己的油畫作品 現場氣氛相當溫馨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在過年前 特別來探訪這一位80歲的獨居長者 還有到外木山走走 讓身心靈都感到好長的快樂 是 好 那今年還要做白河嗎 我們來做白河 也擺了才有白河 我覺得應該要補充是 不僅他們快樂 還讓周邊的人快樂 這是最重要的特定 謝謝 謝謝 這一次副市長邱佩玲 特別送雞湯與禮盒來送給這位長者 希望她在這個年節獲得更多的關懷 社會處方面也希望透過這位長者的親身經歷分享 讓大家在退休生活找到重心與樂趣 可以在地老化 快樂老化 應該是說 藝術已經到了這個時候 就是變成結構跟創造 已經到了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講究結構跟 結構就是 構圖 就是它的構圖 然後顏色 然後裡面說的東西 你可以有各式跟它解讀 這是一個大鴨子 就是一個循環嘛 這個是大鵝 這邊又是大鵝 長者劉富宏先生也特別跟副市長邱佩玲拜託 他今年已經80歲 希望能夠在基隆的文化中心進行各展 他也希望把創作捐出來 據瞭解目前基隆的文化中心正在整修 等到整修完畢 市府會再進行後續的籌備工作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慶祝119消防節 基隆市消防局公開表揚基隆消防人員 活動由副市長邱佩玲親自主持 多位機關首長名義代表與友好人士均到場祝賀 現場還展示了全新的消防安全管制APP2.0 透過新的設計讓消防弟兄進入火場更有保障 消防節慶祝大會上副市長邱佩玲親自頒發表揚 獲得鳳凰獎消防易消同仁 在這裡一定要代表基隆市政府 謝市長給大家一個最大的謝意 因為有你們讓基隆市變更好 這部戲有一個很好的slogan 逆火而行給我勇氣 我覺得當大家逆火而行給大家勇氣的時候 其實你們是人民的英雄 因為你們給我們最大的安心 所以在這裡再一次代表基隆市 謝國良市長謝謝各位 也希望今天的表揚可以順利成功 同時祝大家新年快樂 消防局副大隊長王軍維 一硝分隊長朱國珍 及一硝勳導大隊大隊長張孟美 分別榮獲內政部消防署111年 鳳凰獎項的楷模 20年前很榮幸在井磚畢業之後 能夠回到基隆市消防局 那為市民來服務 那這20年來很高興能夠獲得 各級長官的肯定 那也參與過大大小小的火警 山域收救 水域收救 那期間也經歷過了花蓮0206的大地震 以及太魯閣出軌 以及黑鷹直陣機墜毀的收救 那經歷過了非常多的生離死別 那深深感覺到其實能夠平安回家 最好 那往後的日子裡 也會繼續的為基隆市民 守護基隆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繼續努力 那我參加一下已經25年 那參與的救災少說也有100多場 那這次能夠獲得長官的肯定 也是非常高興 那在此也鼓勵一些新進的隊員 大家能夠多參與一些救災活動 那大家辛苦的付出 上面都會跟你關切到 這次很開心能夠得到全國的宣導楷模 然後我們是楷模是經過所有全國的評比 所選出來的也很榮幸 我們基隆市的宣導大隊第一次拿到這個開模 這幾年來我們配合我們市府的政策 我們是大力的推動助警器 我們是每一顆助警器 我們都是平安的送到民眾的家裡 幫他親自的安裝 然後順便做居家的仿式 把這個平安送到每一位民眾的家裡 那這一次能夠得到這個榮耀 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我所有的宣導姐妹們 最後表揚資深基隆的消防一招同仁 現場還展示全新的消防安全管制APPAPP 消防局推動新的安全管制 要確保同仁救災安全更有保障 那我們今天在元月18號 特別辦了這個我們消防節的一個活動 那這一次我們主要是針對我們GEO 就10年20年跟30年甚至40年的一個同仁 我們特別予以表揚 還有我們擔任我們防火宣導志工的 有10位的我們副宣導同仁 特別予以表揚 那現在我們在今年的1月1號開始 我們實施情樂休二的一個制度 那市長對這方面的一個整個情務的制度的改變 他也是非常重視 那當然實施情樂休二以後呢 我們的能力會相對的一個減少 那我們是希望說從今年開始 我們希望跟市長來爭取一個能力的一個補充 然後讓同仁能夠得到一個適度的一個休息 慶祝消防節 金融消防局表揚肌肉人員 同時也呼籲民眾 出安期間做好居家安全 共同維護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而每年的消防節 金融市消防局舉辦慶祝活動 金融市議長童子偉受邀 親自頒獎給基歐的消防同仁 而未來要感念消防弟兄出入火場 保護民眾的安全 議長童子偉也在新年送出大禮 將規劃贈送給外勤消防弟兄 每人一頂防毒面具 親自上台表揚基歐的消防同仁 議長童子偉出席消防節表大會 對於打火弟兄出入火場 保護民眾安全 特別提到火神的眼淚 來感念同仁的辛苦 首先要代表金融市議會 感謝我們消防同仁在基層第一線 不眠不休的辛苦 只要有任何的狀況 他們都隨時維持著救災救護的能量 那火神的眼淚裡面有一句話 他們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 他們救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救整個家庭 我想在面對這個第一時間的這個困難 我想消防隊員都是非常的辛苦 消防局示範最新的救災APP2.0 議長童子偉有感於救災的多樣性 特別和民間友人一起規劃 將贈送基隆市消防局外勤同仁 每人一頂防毒面罩 希望能夠確保弟兄救災安全 今年我們也特別來規劃 因為我們特別想要照顧這個消防隊員 那有很多友人 包含清安宮 還有包含一些朋友企業 希望可以來捐贈這個防毒面罩給我們所有第一線的消防人員 可以在他們保護他們在這個呼吸道的安全 也一方面也兼顧防疫 所以我們今年希望可以完成這個規劃 那我們也正在籌備當中 希望今年可以讓消防同仁感受到我們的溫暖 然後我們的關心 我們未來對消防隊員會持續的付出 那我想我很榮幸擔任議長一職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照顧好 每一位消防同仁基層家庭的安全 慶祝119消防節 就用議長同志偉送出大禮 希望用實際的行動力挺基層打火弟兄 記者 黃酵明就用報導 市民朋友大家好 小愛爸爸在這邊向大家拜年 在新的一年基隆全新的市政團隊 要努力來為大家服務 為市民做更有感的政策 打造亞洲最有愛城市 基隆會變得更棒更美好 我是小愛爸爸謝國良 祝大家新春兔來報 揚眉吐氣 紅兔大展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新的一年我要特別祝我們各位市民兔藥新城 那新的一年 之偉會跟所有的議員同仁一起來努力 一起讓基隆的市政更美好 一起監督市政府 那近年台灣的風風雨雨 之偉認為 怕等手鼓點都用 我想台灣未來會更加的堅強 那我想我們在自由民主和平繁榮的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台灣的核心價值我們一定會掌握好 那我們也會帶領著我們基隆市議會 跟所有的議員一起努力還有民眾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讓基隆更加的進步 讓基隆人持續的驕傲 市民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 在新的一年裡秀鈺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合家平安健康 各行各業紅兔大展發大財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謝謝 基隆市民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蔡思應 新等一年來到了 思應在這邊特別在祝福各位新年快樂 兔年型大運不兔影響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快要過年了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梓偉 特地到果菜成功及人愛不愛市場 發送兔藥新陳紅包袋 向採買年貨的市民好朋友及攤商 拜年祝福非常受到歡迎 兔藥新陳新年快樂發大財 快要過年了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梓偉 特地帶領市議員施偉政 水井里長孫立軍 博外里長邱三元以及秘書群等人 先後到果菜市場成功市場 以及人愛博外市場 發送兔藥新陳紅包袋和春蓮 向採買年貨的市民好朋友 以及攤商拜年問好祝福 非常受到歡迎 來來來來 好好來來來 還有一張快看快看快看 快看這裡快看這裡 來1 2 3 這個過年前 特別到我們果菜市場成功市場人愛市場 來跟我們的鄉親拜年 鄉親好朋友 那我們特別發了我們這個 新式的這個兔藥新陳的紅包來跟大家祝福 那我想在疫情後這個時候呢 經過這兩三年我想今天經過這幾個市場 發現大家的買氣都有提升 那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也順道關心攤商的一些營業狀況 也關心附近市場的交為狀況 我想目前我們警察也非常的辛苦在維持交通 那現在今天天氣也變好 希望大家鄉親都可以來各大市場採買年貨 過個好年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議長同志位也展現超強親和力和禮貌 鞠躬彎腰特別向長輩問候 更不時傾聽鄉親的心聲 祝福大家金兔年平安順利 裁員廣盡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準備了一萬兩千顆 雞蛋以及春蓮紅包袋和堅果飲品 口罩等物資裝成新年福袋 逐一送給群市各國小關懷戶的弱勢學童們 將暗延續 快要過年了 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特地準備了一萬兩千顆 雞蛋以及春蓮紅包袋和堅果飲 及口罩等物資裝成福袋 逐一送給包括中山區德河以及仙洞國小等 全市其他區國小的關懷戶弱勢學童們 希望讓小朋友和家人 在過年期間能夠有小小的幸福 那其實秉均在我們過年前 那我們有準備了一萬兩千顆的雞蛋 來送給我們中山區的低收跟中低收入戶的家庭們 那後來當然我們有一些家庭因為沒有來領取 所以我把這一些的雞蛋 然後再加上堅果飲米粉還有我們像紅包袋春蓮 還有我們議員紅包袋 再來轉正給我們很多學校的親函兒童家庭 就是希望在過年期間也讓他們可以一起感受到 我們這個淡淡的幸福 那也祝福他們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實事順心 未來我也會持續來為我們弱勢的團體們 爭取更多的福祉 讓他們過更好的生活 小朋友們也鞠躬感謝張秉均叔叔 對他們的關心 謝謝主主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很謝謝我們張秉均議員 來推動淡淡的幸福的活動 讓我們這個孩子在過年 尤其是寒冬的時間 全省都缺蛋的時候 還可以得到這個有機的雞蛋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張秉均議員這樣子拋磚引玉 能夠引出更多社會三星人士 能夠關懷學校裡面的所謂的弱勢的孩子 張秉均也期盼小朋友們長大後 能夠延續這份善的循環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從102年開始 每週四都會發放愛心便當 給弱勢民眾的乾隆珠寶董事長 江洪志 今年農曆新年前 除了愛心便當外 還加發紅包給弱勢民眾 派他們過個好年 11點開始發放愛心便當 滿滿的排隊人潮 已經綿延整條棋樓 秦隆珠寶董事長江洪志 協同企業界善心友人 一起來進行這個邁入 第10年的愛心關懷活動 發送愛心便當 饅頭之外 還有一個過年的小紅包 給需要幫助的基層民眾 拿到紅包的民眾 頻頻道謝 感謝董事長的愛心 謝謝 祝你快樂 謝謝 祝你快樂 祝你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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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善人 張耿濃副董事長 來共襄盛極 他曾經幫我們 在吉隆地區 也花了好幾百件的 花熱衣服 給這些低收入的民眾 來使用 尤其他每年的這個節入 他都會自動來參與 發給這些需要的民眾的一個紅包 今天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特別的感謝 也利用這個機會 讓社會各界知道 我們大家共同 來關懷這些熱事團體的需要 感謝我們江董事長 邀請我們 因為每年的這個時候 他都會邀請我一起過來 因為疫情期間 這些老人家很辛苦 而且越來越多 我希望我們能夠共襄盛舉 一起來特別帶我的小孩跟我太太 一起來關懷這些老人家 希望一直持續做下去 其實我們公司大概已經做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 然後在上個禮拜我們也在龍山市也發放便當 那因為過年期間 這些老人家都很辛苦 尤其是冬天 那所以在天氣寒冷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花放便當 然後在各個學校我們都會請小朋友吃飯 所以在台灣我們有十幾個學校 我們有在協助跟幫忙 這個愛心活動的發起人 乾隆珠寶董事長江洪志說 關懷活動進入第十年 很開心能夠結合善心友人 讓這份愛心與關懷不斷地傳播出去 讓弱勢民眾感受到年節的溫暖與祝福 也一起讓基隆成為更有愛的城市 記者陳淑平基隆報導 建德國校歲末舉辦多元語言 暨學期末社團成果發表會 學子接力表演大秀才藝 展現驚人的創造力 校長最後還上台高歌 陳奕迅的僱勇者與全校同日 現場好嗨 校長上台高歌陳奕迅的僱勇者 小朋友們好嗨 期末成我發表會 宛如演唱會現場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要發表我 我們要發表我 年中之際呢 我們讓所有有才藝的小朋友 這個平常很認真在練習的社團呢 能夠有上台展演的機會 那也藉此呢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也要有不怕輸的精神 建德國小學子 倫菲上陣接力演出 像是勇奪音樂比賽特優的管樂 及打擊樂團 還有歌聲悠揚的合唱團 魅力四射的中東肚皮舞 充滿創意的戲劇演出 奇怪的姿勢又成強了 不只社團展現驚人才藝 甚至還有班級學生自己組團任務 我們舞練了很久了 他就是希望可以在今天演給大家看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很好玩 準備ice cream的舞蹈 身材的PPAP 活動最後 學子們相互祝福 新的一年要奮發圖牆 越來越強哦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前頭四景 紅圖大展 兔年平安吉祥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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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k chemist 終於可以借的任務了 什麼 沒wif 啊 哇 啊 啊 没wif 这里是 哇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